剛廣告的時候 聽說有人因為稱謂不同 就離婚了 對啊 我不曉得 本選人好像是這樣 就把女人矮化 跟孩子是同一輩的 跟著小孩叫 跟著小孩稱呼家裡的親戚 可是外選人根本不懂這些 不是的 我們不一樣 是我舅舅是我舅舅 是我哥哥就是我哥哥 所以他嫁過去的時候 他很疑惑 為什麼叫我叫他舅舅 他看起來應該不是舅舅 然後去問他先生說 他是你誰 他說他是我 對 然後就跟著他先生 叫哥哥 就這樣不行了 他們全家族人都說 你娶了一個沒有禮貌的媳婦進來 然後婆婆就跟他講 你不能這樣講 那這個外省女孩就覺得 可是媽 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禮 有 南部 南部 我第一次聽到 還好 我沒有嫁到 沒有 沒有 南部就這樣子 你女孩子進來 以後就要把他舅舅舅 所以你進來的時候 就隔天小孩拚拚拚 你老公叫 不要這樣說南部 有啦 你老公叫舅舅 你老公叫舅舅 對 他那個系統也是這樣 你老公叫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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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公叫舅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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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公叫舅舅舅舅 有六十幾歲叫我阿姊 叫我阿姨 你會覺得奇怪這是什麼 對啊 就是傳統的習俗 因為我跟我老婆結婚 然後他們所有的親戚 也跟著我老婆一起叫 我們家的親戚 也都是矮一輩叫 你知道嗎 就是整個系統 不只是媳婦而已 不只是我老婆 跟著我小孩一起下去 有時候那是輩分 他們整個家族就是說 也都跟著我老婆 一起叫我們家的親戚 就比較長一輩 對 長一輩 你會覺得何必這麼有禮數 其實不需要 連我們都覺得不需要 但是他們就很堅持 對 可是這個我可以同意 就是說大家禮數不一樣 可是可以因為這樣子 叫人家離婚 會 他就覺得你沒有禮貌 然後全家族都說 你那什麼媳婦 怎麼見到我是叫這個稱謂 就不行了 然後先生回去跟他講 這個太太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因為說過念到碩士了 他覺得他自己是非對錯 跟他先生講 我就是唯一這件事情 我沒有辦法容忍 我覺得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而且我們怎麼去教育我們的孩子 但是先生其實可以堅持 沒有 先生可以做兩方面的溝通 但是我跟你講 這就是一個導火線 在下來所有事情就是都會 其實不是針對這件事情而來 但會不會就給你不好看的臉色 我跟我老婆結婚說 他們的親戚家族很大 姓范江 你看 范江在全台灣 那隊很大在桃園 你這個叫什麼叫什麼 完全不知道 我就一粒微笑以備 張家要怎麼叫 下次見面你也不曉得 可是客家女孩子也都很孝順 很孝順 他們雖然重男輕女 可是坦白講 客家女孩子 從小在重男輕女的環境長大 他應該會心生不平 沒有 還是對娘家也是很孝順 那個傳統 其實我有一種感覺 比如說我們從小教小孩子 有獨立思考什麼 那個小孩通常比較不孝 因為他有獨立思考 他不會再像傳統 老實講 真的 真的是這樣 我家整個系統 真的比不上我老婆 他們家裡家戲這樣子 那種 凝聚力 他們家從小是這樣 男人一桌 女人一桌 而且通常男人一桌是 吃到完之後剩菜 才弄到女人這桌吃 是這樣 女人是吃剩菜剩飯的 也是男人吃完再這樣子 用到不要 但是家裡只要是有什麼大事 女兒全部 對 女兒全部就你去 甚至就是說現在 我的錢大概都是我老婆在管 那為什麼講這個話 要一直小聲下來 習慣嘛 習慣 習慣 現在對著母都 現在我就說 可能我在社群庫 我沒有他告訴你 我三弟你三弟 我會阿你會這樣 然後阿落地 然後他們其實都會 還是回去幫忙家裡 你要說你潛多太太管 然後呢 對啊 那他就會 所以他其實有時候 家裡有什麼問題 他都會去幫忙 會幫助娘家 對 很多台灣人會覺得說 很多人都說是把女兒子 還有女兒子慘 但是客家人我覺得 很多時候是他會去 把附加的東西拿回去 你意有所指嗎 拿回去家裡我覺得 沒有 就說他不會不顧娘家 對 不會不顧娘家 他一場是孝順 整個家族都非常孝順 可是這樣的 那先生就要能夠體諒 對不對 如果先生不體諒 他不就要起衝突嗎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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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我是很難體諒 因為像很多家庭主婦 他可能沒有自己的錢 如果娘家在要什麼 他也沒有什麼私房錢 當然就是要先生體諒 這個東西沒有辦法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結婚前看 覺得他這是最好的優點 婚後什麼看都是缺點 我們兩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 有一個女孩 他為什麼選擇那個先生 只是因為 怎麼會有這麼孝順的 每天需要回去陪媽媽看連續劇 他婚前好欣賞 最欣賞就他先生這一點 他覺得他們家兒子 就是他哥哥弟弟們 都沒有這麼孝順 這個人可以對自己的親人這麼好 將來嫁給他 他是他親人的一部分 一定也對他很好 結了婚之後最不能忍受 就是每天都要回去 陪他伯伯看連續劇 後來他自己也想說 那這樣好了 我不要跟你看 然後我們回去吃個飯之後 我先回去 然後你就留在那邊看連續 這樣不行了 婆婆就覺得 他是嫌我們看的連續劇 沒有水準嗎 為什麼不跟我們一起看 開始就有隔閡 那先生就會勉強說 你結婚前不是跟我講 你好欣賞我這一點嗎 怎麼現在婚後都不行了 孝順也有錯嗎 對 就是孝順也有錯嗎 對 你就沒有辦法 那不能夠各看各的嗎 你陪你媽看我做我的事 這樣不行 就是不行 你沒有融入他們一家人 他們家在講愛的劇情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融入 就不行了 這都是廣告害的 怎麼學鋼琴的孩子不會變壞 孝順的女婿最好 才不會有那麼偏 所以你就發現兩個人 其實沒有共同的生活 所以孝順的女婿不好 沒有啊 她剛才說了就是 我覺得太孝順不行了 太孝順不行了 太孝順真的順利 要適度的不孝順 可是真的是這樣 我覺得某些時刻 真的會有一點點微妙的狀況 比如說像 我婆婆算很開明的 一定要先講 我婆婆會很開明 但是我記得在我們家 第一次買車的時候 你知道我跟我先生買車之前 我婆婆就有講 我婆婆說新車買來 她一定要坐前坐 就是說我們如果一家出遊的時候 她要跟我先生坐前坐 我要坐後坐才對 真的我們家剛開始的時候是 我先生帶我婆婆坐前坐 我坐後坐 就是這樣 只要我婆婆在 她一定坐前坐 那我們都坐後坐 但剛開始其實我心裡 老實講不是很舒服 因為 但是也有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我 所以那個位置還是 對 可是問題是我跟我先生 可是我跟我先生如果兩個坐前坐 我婆婆好像就被丟在後面 我們兩個聊我們的 她好像都插不上話 一定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後來我真的 我有做到 就是我們每次回婆家的時候 如果我婆婆在 她就坐前坐 後來是因為有了小孩 更名正言順 因為我都陪小孩坐後面這樣子 可是老實講 我覺得坦白講 但是我婆婆一開始 她就講得非常清楚 新車買來 我一定要坐前坐 就是這樣 剛開始我覺得或多或少 像碰到比較強勢的婆婆的時候 她有這樣的觀念的時候 你還是會有一點點的 其實講到這個位子 你知道有一個媳婦 她其實是真的非常委屈 就是 你家人家家裡面 廚房是婆婆的地方對不對 好 這個媳婦非常孝順 她跟她婆婆也沒有不好 她只覺得他們家的廚房太老舊了 然後在那邊煮飯又熱 因為沒有窗戶很悶很熱 然後那整個都不明亮 她覺得在那邊煮飯 不是一件快樂性 她就跟她先生商量說 今年母親節 我們把廚房大翻修 讓媽媽煮飯的時候很清楚 翻修完之後婆婆就哭了 為什麼 她覺得媳婦要來霸占這個廚房 你侵犯她的地盤 這個家裡已經不再是她 她是一家之主了 對 侵犯到她的地方 對 這廚房是她的地方 你怎麼可以把她的東西大翻修 然後沒經過她的頭 其實媳婦只是想給婆婆一個經濟 然後一個方便跟她講說 我幫妳弄一個方便 媳婦是孝順的 但是就只是因為沒有事先講 她覺得是要給婆婆一個 那個案子是婆婆已經出國去一趟 然後他們回來的時候 就把她的廚房都弄得 想給她一個驚喜 對 後來就覺得你霸占了我的位子 你想要取代我在家裡 是女主人的地位 這樣不行 而且我廚房換成這樣子 我東西都不知道放哪裡 這樣就不可以了 所以那是非常微妙的 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我自己也 也幹過幾次這種存事之後 我就覺得說不行 不要以為我對人家好 我這樣子 我是為你好這樣子 媳婦畢竟是媳婦 不是 不一定是媳婦這個角色 就是其實有很多時候 我包含小孩也是一樣 我覺得這樣對你 我覺得這樣對你安排是比較好 可是你並沒有這樣的感覺 對 所以我的對你的好 我覺得我是對你好 我就希望你能夠欣賞我對你的好 可是你沒有這個感覺 你反而是厭惡 這個時候你就會 我就會雙重受傷 雙重受傷 你好心沒有好 對你好 可是你還要這樣子 你怎麼會這麼不高興 而且還生氣 那我就覺得 我也會覺得很委屈 後來就是說 你要對人家好的時候 你真的要去試一下說 這是不是人家要的 對 所以小時候 我不是聽婆婆媽媽的說 喔 媳婦 站到我們頭上上起來了 這樣 你如果剛穿下去 會疲到頭上上 算了 你一聲就再見 剛好兩個就開始要離婚了 很快 我們先休息進行